那么我们接着讲第一节内容 虚拟货币概述 那么第一节内容分两块 第一块是虚拟货币的问世 第二块是虚拟货币的分类 那么虚拟货币的问世 我们要讲两个点的内容 第一点是货币形式眼睛的历史 第二点是虚拟货币的分类 在虚拟货币的分类中 我们是分为三个类 一个是按虚拟货币和实体货币之间的 对换关系来分类 第二个是按照货币的资产负债属性来分类 第三个是按照虚拟货币的发行机构来分类 那么我们首先进入虚拟货币的问世 那么虚拟货币的问世 首先我们来看看货币形式眼睛的历史 那么货币形式的眼睛主要体现为货币材料 也就是币材的眼睛 那么货币的形式的眼睛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实物货币阶段 包含了古罗马的盐 牲畜 还有中国的海贝等 那么什么是实物货币呢 实物货币它的定义指的是 它是以自然界存在的某种物品 主要是非贵金属来充当这个货币 与实物货币相对应的 还有一个特别类似的概念是实体货币 那么它的英文单词是physical currency 实体货币它的翻译也可以翻译为真实货币 这个实体货币它是与虚拟货币相对应的 它具体指的是货币币材 是可触摸的有形的货币 包含实物货币 金属货币 纸币 硬币等 那么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 那么实物货币它的不足的地方 逐渐沿现 包括它的不易分割 储存 运输 这些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其次 这个实物货币 它由于是天然界自然存在的 所以它的数量来源也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这个PPT给它展示的就是这个实物货币 包含了这个先勤的海币 以及先勤的股币 它都是以自然界存在的这种物品 作为这个货币的 那么第二个阶段是金属货币阶段 包括黄金 白银 珠币等 那么黄金和白银它是属于商品货币 这个商品货币其实是货币的名义价值 和内在价值相一致的这种货币 那么什么是货币的名义价值呢 这个名义价值它又成为市场价值 这个市场价值是由这个货币和其他货币的比值来确定的 那么这个可以根据两个货币制度 不同的货币制度来进行这个界定这个货币的名义价值 在金银负本位制下 金币和银币的比较关系就为货币的市场价值 那么金银负本位制又是什么 它指的是黄金和白银同时作为本位币的这种货币制度 而在国际金本位制下 不同国家金币之间的比较关系就为货币的市场价值 那么我们刚才讲的是货币的名义价值 那么货币的内在价值又是什么 货币的内在价值指的是货币的材料 也就是作为商品的资深的这种价值 那么需要指出是在这个金属货币制度下 货币的发行量也是有限的 那么在金属货币阶段又出现了货币 以及可兑现黄金和白银的纸质银行券 这个可兑现的纸质银行券又可以成为准信用货币 那么什么是货币呢 货币它是筑成一定形状 并由国家印记证明去重量和橙色的金属货币 货币的发展它是有一个从足值到不足值货币的过程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足值 这个足值指的是民意价值和内在价值基本一致 而不足值就是民意价值高于内在价值 这个货币的作用在于避免每次交易中都需要称量重量 鉴定橙色以及可能的金属切割 还有降低交易成本 那么到了银行券这个阶段 银行券它的民意价值 它是已经远远效益内在价值 事实上银行券背后对应的是贵金属货币 它是一种可兑现或者不完全兑现的信用货币 那么这张PPT给它展示的是不足值的铸笔 那么随着银行券的逐渐发行 这个规模越来越大 然后银行券由各个银行分散发行走向了集中发行 这种集中发行主要是由央行来发行 由那个不完全兑现走向不可兑现 这个时候信用货币就诞生了 在信用货币这个阶段 它包含了现钞存款货币电子货币等 那么信用货币又是什么呢 信用货币它是通过信贷机制向实体经济投放的货币 这里面有个关键词是信贷机制 信贷机制它的定义是中央银行 以及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 这个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是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 它的资产和负债扩张或者收缩 那么这里面还有一个概念是现钞 这个现钞它是法常货币 它是由中央银行发行的 可用于偿还一些公司债务的货币 包括纸币和硬币 那么存款货币 存款货币指的是能够发挥货币交易媒介和资产职能的银行存款 那么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货币的职能 就是货币交易媒介资产职能 交易媒介和资产职能 我们待会下一页PPT还会讲到这个 这个银行存款 包括可以直接进行转账支付的 国期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 居民储蓄存款等 那么电子货币 这个电子货币它指的是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 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传输电子形式 电子信息的方式实现支付功能的电子货币 电子数据 它的使用是基于持有人的存款 一般来说电子货币 它是被视为存款货币一种无形的存在形式 属于虚拟货币的一种 那么理论而言 不考虑经济约束 信用货币它的发行量是无限的 那么再讲到这儿 我们还要说一下 就是这个电子货币它的特殊性 这个电子货币 它是信用货币和虚拟货币中间这种中介的状态 因为电子货币既属于信用货币 它也属于虚拟货币 它是一种过渡的这种状态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小插一个知识点 就是货币的职能 货币的职能是在金融学里面 这一门课程里面讲到的 货币的职能指的是货币的功能 它是货币最本质的东西 实际上货币的职能是可以作为货币的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界定一个东西 它是不是货币 你可以从货币的职能这个角度去看 就是它满不满足这些功能 满不满足这些职能 如果它能满足 它就是货币 货币的职能 第一大类职能就是交换媒介职能 它是货币作为商品交 交易中作为交换手段 计价单位 支付手段 所以这里面有三个关键词 就是交换手段 计价单位 以及支付手段 这三个关键词 在其他课程中 一般把它作为货币职能的 不同的一个指向的职能 待会我们还会再讲 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可以提高交易效率 降低交易成本 应该来说货币的交换媒介职能是货币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 或者是它的独有的职能 也就是说只有货币才具有交换媒介这个职能 其他的都不具有 那么货币的第二大类职能是资产职能 这个不是货币它独有的 其他的金融资产 金融工具 有的就可以实施资产职能 那么什么是资产职能 它是货币作为一种高扭动性的金融资产 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的功能 那么我们再看货币交换媒介职能 三项的子职能 第一个是交换手段 交换手段是货币作为商品交换中的中介 实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那么在交换手段这个子的职能里面 我们有一下这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交换手段 它需要现实的货币 也就是它需要真金白银 那么这个它可以由此引发货币的交易性需求 也就是交换手段它需要货币 引发货币交易需求 那么在交换手段这个过程中 这个货币的购买力是人们最为关注的内容 也就是人们他用货币进去交换 他关注的不是货币的面额 而是货币它背后所对应的购买力 那么翻译一下就是人们关注这个货币的购买力 意味着我们要维持这个币值的稳定 只有币值的稳定 货币的购买力的稳定 交换手段才能比较好的能够发挥 那么第二个是计价标准 那么计价标准是利用货币计算 衡量商品或劳务的价值 为商品和劳务的交换进行标价 这种计价标准它可以极大的便利交换 但是它不用欠实的货币 这是和这个交换手段可以区分的 第三个是支付手段 支付手段它是货币作为延期支付的手段 来劫情债权债务关系的 那么它在商品的交换和货币的支付 是存在这种时间不一致性 那么这是支付手段和交换手段相区别的 交换手段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而支付手段是延期支付 但是这两个手段它都是需要货币的 也就是它们都有货币需求 而计价标准它是没有货币需求的 那么货币形式的第四个阶段 就是虚拟货币阶段 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电子货币 还有最新出现的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 那么虚拟货币它是出现在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之后 它的货币形态为无形的 那么虚拟货币它是和实体货币 刚才我讲了这个概念实体货币 相对应包含了全数的电子货币 以及最新出现的数字货币的 那么虚拟货币它是无形的 看不见摸不着 而实体货币它是有形的 看得见摸得着 那么实体货币还有虚拟货币 它是强调这种货币的物理属性 而信用货币它是强调货币的经济属性 那么我们接着讲货币问世的第二块内容 就是虚拟货币的定义 目前来说虚拟货币它没有统一的定义 一般指的是无实体的货币 在某些领域执行货币职能的价值代表物 那么我可以讲一下 与虚拟货币相关的几个概念 那么欧洲中央银行 它对虚拟货币下了一个定义 它指的是非货币当局 非信贷机构发行的数字化价值代表物 在某一领域执行货币的职能 那么欧洲中央银行 它的定义是相对狭窄的 因为这个定义 它是说非货币当局 非信贷机构 那么它就排除了电子货币 也排除了中央银行 正在设计的央行数字货币 那么在这里面还有一点 就是以比特币为代表的 它的虚拟货币 这个发行量 它是有限的 这个给它稍微差一点 第二个是数字货币 这个国际清算银行 它对数字货币下了一个定义 它认为它具备某些货币属性的 数字化价值代表物 这个数字货币 它又分为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也叫法定数字货币 和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 这个定义 它相对欧洲中央银行 要更加宽泛一点 因为它包含了央行 央行也可以发行的数字货币 但是它仍然排除了电子货币 那么我们看一看 什么是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 指的是中央银行发行的 以代表具体金额的加密数字串 为表现形式的法定货币 这里面又有一个关键词 就是加密货币 这个加密货币是采用密码学技术的数字货币 而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 它指的是由开发者发行和控制 不受政府监管在一个虚拟社区的成员间流通的数字货币 那么数字货币 它是更强调价值以数字形式表现的 而虚拟货币 它更强调价值以虚拟形式存在 而非以实物形式存在 那么当他们的发行和交易确认 使用到密码学的时候 就被称为这个加密货币 而虚拟货币 它是包含数字货币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虚拟货币 它包含数字货币 或者是数字货币是虚拟货币的一种 那么我们对刚才讲的第一节内容进行一个小节 首先我们讲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货币形式的眼镜 货币形式的眼镜 它主要体现为货币材料 也就是必材它这个形式的眼镜 那么货币形式眼镜的阶段 我给它再总结一下 一个就是实物货币 然后再演进到金属货币 还就是演进到信用货币 最后一个是虚拟货币 可能还会进一步去演进 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 这个技术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技术的推动 各种技术 生产技术的各种推动 然后货币外在的表现形式 发生了变动 那么从这个货币形式的眼镜 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货币的这个形式 它不是货币的本质 而货币的本质是货币的职能 只有职能它是稳定的 形式它是不稳定的 那么在这个眼镜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个电子货币 它是信用货币和虚拟货币的这种过渡的阶段 第二小块内容讲的是虚拟货币的定义 虚拟货币的定义指的是 无实体的货币在某些领域执行货币职能的一种价值代表物 而数字货币它是虚拟货币的一种 而且数字货币更强调价值以数字形式表现 虚拟货币更强调价值以虚拟形式存在 而非以实物形式存在